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组搭霸 闪亮登场 厉害厉害 这不看发型 这以为来了两个姑娘小伙 厉害厉害 两位兄叔阿姨 这个踩着露出板 就好像是在这个海上 出浪一样 太帅了 这协调性 好像节奏感 来吧 掌声欢迎二位 我说实话 无论是台上 包括平时的训练场里边 您二位啊 这是我见过就是年纪最大的玩滑板的人 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刘翠莲 今年68岁 来自四川成都 欢迎 大家好 我叫李明轻 今年86岁 也是来自成都 我们是 老板组合 有的有的 天哪 不是他们俩的身份 是老板 是比较老的 滑滑滑滑滑的人 老板组的 可能刚才一上场 大家就觉得 是不是两位老师 就是感觉有点太小心翼翼 其实不是 主要我们这个地啊 比较贵 大砸坏了 大给砸坏了 平时在训练场 两位老师是什么样的风采 我们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 你穿裙子了 你看旁边还有好多小伙子给拍摄 我们是板有一块滑板的 互相拍 真本 厉害厉害 因为前些年 我女儿啊也带她学了一段时间 但是从头到尾我只是陪她 看她滑我自己都没赶上去 今天要不要试一下 你很会做节目 挑战一行 杨帆要是想学 去想 半个小时上板 一个小时自由滑行 那半个小时上板 一个小时住院倒是肯定 不像人 比如说像这两个 咱们那个大篮球的妹妹 如果她们之前没滑过滑板 现在就很难 因为身高太高重心高 上去不容易找别人 所以 所以 谢如今你来这个比较好 太饿了 你也可以 可以 哎呦不敢 没关系 摔下嘛也就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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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明天 我这一摔倒了 就给观铃留机会了 他生化我 可以教你一个简单的动作 我现在上都上不去 不要你上去 这样 来给你个 好 摔个姿势呢 摔个姿势呀 对对对 这个脚别用力 那个脚干了 你这干啥呢 你这怎么也不协调上了 你这扶一下就过分了 人就是说了 说过了四十多岁啊 人这个骨质啊就容易疏松 容易脆 对所以我就没赶上 所以就请想问一下两位老师 练这个滑板都练了多久了 又一年多两年了 一年多两年了吧 一年多两年了 你都不是玩特别长 对 我妈是根据女儿吧 她自己之前就玩了吗 没有 女儿她的朋友 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不管玩什么 只要爸妈在成都 在身边都会带着 然后买板的时候呢 也把我带衬了 就是她想学滑板的时候 带着您去 对 他们去挑板嘛 那你没劝呀 这孩子你这岁数也不小了 你能玩滑板呀 没有啊 我不知道滑板会有危险 我就不知道滑板是什么呀 然后去了滑板店以后 哎呦 怎么还这么多的样子 长得都不一样的 您这滑板还挺酷的 是喜洋洋恋是不是 这是我呀 看不出来吗 真冒昧 你帆哥 有点生气了哟 哈哈哈哈 我一直活了吧 像不像 像 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一直认为就是你 谢如婧你把你眼镜借我 我确实没戴眼镜我 看看 看看 看好了没有 哎呀 艾莎公主 这是我跟我女儿共同创作的 哦 画上去的 自己画的 手绘的 没想到你不计划办 心灵手巧 美式 哇哦 这么说好点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你勾这语句 你就红不回来了 红不回来了 哈哈哈 很远啊 你看就是 本来是老妈陪女儿去选板 最后变成了 您自己有上班 对 您跟我们形容跟下 就您一站上面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吓死人的感觉 哈哈哈哈 我以为说 哎太过瘾了 像飞起来了 哎呀 自己心里还是慌的嘛 也没有看过视频 也没有看过老师 就跟着他们后边嘛 危险动作情务魔法 所以当时你也担心 你也担心啊 所以有一个原则 我说必须得守着你 我在的时候 你才能碰吧 哎 结果就是这个 你知道这妈 她毕竟是妈 她不是那么说空 是这样 妈妈也判你吧 哦 对对对 把我甩了之后 她就飞速进步了 这个意思 把女儿 把家长女儿甩掉 家长不在家 您偷着脸 对 怎么练呢 嗯 因为她去看婆婆 有半个月的假期嘛 她走的第一 头一天我都做好了准备 哇 她密谋 续谋已久 真是续谋已久 等她前脚出门 我后脚都上班了 我就用了十天的时间 在小区里 就就可以整个小区 我不用下班了 没有家长在旁边监督的 那种感觉 对对 解放了可解放了 你可欺负 她保密工作真做非常好 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 她就在小区里头 随便到处串悠了 叹尼少女 就是爬坡冲大坡 哎呀我的天 或者就是在那个后面尖叫 那个哎你小心点 完全发过来了 对对对 绝对是一个不让人省心的老妈 咱就问问这叔叔 叔叔是怎么接触上滑板的 我骑车走那个三岁路过 看到很多小朋友在玩那个专民的蹦道 看这小朋友在玩滑板 我说这个好玩啊 篮球呢要十个人才能比赛 足球二十二个人 滑板呢一个人可以玩 然后又像海上冲浪一样 不需要到海边 在炉地上就可以练 练出心动了 然后正好就碰到个年轻的教练 哎呀我说能不能给我买个板 他一看 你多大 我说不大 八十四 哦 不行 然后就另一个教练 摊头一看 你想滑 我说是 他你多大 我才八十四 你才八十四 他说我免费教你 我一听 因为程度那个板货很贵的 一个小时是三百 我想了三百受之有愧啊 我免费教你比赛 教过 从开始滑板 一天晚上两个小时 一直到现在 每天五个小时的运动 哎呀厉害 但是还是要问问 家里人 叔叔家人今天是 这是你女儿是吗 我说你老伴 你太会 太会花脸了啊 阿姨你看我这 我说这是他女儿 你别生气吧 太年轻了 高兴 高兴 阿姨会玩滑板吗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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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反对老伴玩滑板 一开始我坚持反对 你比你这么大神速了对吧 万一错了是怎么办 还这么在我身上 真实在 实在 我就是很担心的 但是叔叔是不是属于那种 小心翼翼的性格 他玩滑板就从来不受伤 你别说 有一次意外真的发生了 好 他平时都是 晚上11点回家 晚上到晚上11点 对 那天12点钟还没回家 我的心头就担心了 他打了多少个电话 他都不接 真的做手术 哎呀 心头就紧张了 受伤了 哎呀 整个额头 发了一个纱布 我问他怎么回事 红了15针 你问他 他自己说 什么 颜布 哎呀 15针啊 哎呀 那天我在红石公园 发晚吃 发得非常开心 但是还有半个小时 地车要停车 所以我就想赶时间 一个上坡 提名灯 提名灯 一个急下坡 速度突然摆起来 花板里面称叫做 死亡摆速 哎呀 心一慌就跳板 哎呀 一跳下去 鼻子扳出去 这边眼皮 旁边 五公分掉起来 哎呀 我拔起来一看 哎呀 棉一扳个洞 棉扑个洞 然后一甩 哎呀 脚没问题 就朝地铁站走 想找他富士帮我把皮剪掉 哎呀 富士就跟我讲 不能剪 就给我叫120 把玩具说120是两百起步 我给你打个底 十多块钱 这时候还行 撤起来 手术做完了过后回家 七天折线 十天过后 又开始花 我先听听就回家之后 你怎么面对家人 没认识的 没认出来 你好 某位 哎 怎么不接电话 在做少数没法接 你亏呀 这哥 头抓起来 就不开枪了 要不没力了 伤不伤了怎么办 但是有阴火的符 余伟文这边 八十四岁了 很明显 你看我这边 没有了 这边看着年轻很快 所以那也不是把年月了 给你做了个拉皮嘛 太绕了一样 黑余伟 皮拿平了 给你顿了顿 顿紧拉 阴火做好了 我又继续滑 真厉害 太逗了 因为滑滑板 来了这个大震骨给我 什么意思 大震骨 那个把一个石头 看成是一片树叶 正好又是个大下坡 我就冲着那个石头上去了 然后把我就摔出去了 哎呦 也受过伤 没受伤 摔出去还没受伤 因为我眼来就是尾椎骨受过伤 结果一摔来那个大震骨 我爬起来以后 感觉身上磕轻松 就是打打打打 我想知道这色偏方 这个偏方最好不要用 我得给关注简介绍一下 以上锦代表叔叔阿姨的个人 对对对 不要摸 绝对不说受伤 就对身体都有好处 变年轻震骨了这样 一定要带好护具 护膝啊 护腕啊 有肘啊 这些带 都有带 活亏啊 对吧 还是尽量的不要让家人担心 对对对 没错 那聊回来啊 这个模式有时候我比较担心 这个年纪相对比较 选手 因为一是抬头啊 这个腰不太好 对 以前您腰不好 这不正骨正骨 不要 而且合作多年 今天又有家人的助阵 我们也祝愿我们这组 中年搭的挑战成功 好 谢谢 谢谢 好 之前我们先去 先去 对 您看这两组 愿意带他们哪个哪组严 我觉得吧 这个篮球专业的吧 咱们 PK不过吧 阿姨的意思 就继续将软柿子捡到你 来吧 辛苦二位 再次登台 那个我根据刚才阿姨说 那个天方 我先挣个骨 我吓跳跳 还大 新进 有人 又能看见5比0吗 真的是 整 tys 你怎么会丢人 请听第一题 请听题 忘记忧愁快乐生活 是我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望 那么我们常说的忘忧草 其实是哪种植物呢 这孩子 别给我拍拍 你 我怕 我真怕 你会啊 来个下马威 这我知道 答题不着急 渣渣 扫一下马赔一下 确实歪了 没赔碎 你看他亮着呢 他亮着呢 忘忧草 我知道 什么草 忘忧草啊 百合它开花 它不能称之为草 对吧 咱这分析 顿正绝对没问题 水仙它也开花 宣草 虽然带个草子 它也有 它不能称之为草 所以忘忧草应该就是 三号 仓图 分析的 头头是道 你就看对不对吧 但是 答案正不正确 接下来我们得看 记住是接球 不是扑球 记住 我抓 忘了 请准备 三 二 一 就是你了 下来 出 抓 别 别丢人了 谢谢你 帮我们排除掉一个错误答案 来吧 叔叔阿姨 86岁的叔叔 负责接球 帮阿姨准备选哪个答案 我就选了二 宣草是正确答案 来 请准备 三 二 一 哎呦 来了 很遗憾 很遗憾 没有这道 但是不错啊 已经摸到球了 差一点点 我是没摸着 我就 来 请听下一题 请听题 我国古代 对于各种果蔬花草 都有针对其特点的特殊雅称 那么下列哪一个雅称指的是冰箱吗 冰箱 冰箱 冰箱花的冰箱 呦 按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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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报团又抢到了答题的机会啊 旺书 书影 洛苏 速克 优克 这样还看出来吗 哪一个指的是冰箱 你说你虽然有冰箱吗 不是啦 这种东西它就来不了 怎么浪漫的 好 冰箱 洛苏 为什么 是什么意思 书影 你别别说话 洛苏 不要问我为什么 你这等惩罚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洛苏是正确答案吗 请准备 三 二 一 回来吧 居然 你就是阿姨 又给人送送答案进来 就是说阿姨啊 就是现在洛苏肯定给你们排除掉了 就是三 是错误的 诶 游客 才游客 可以吧 试一下 游客 可以吧 好 请准备 三 二 一 没事 没事 加油 加油 要摸着球了 我们摸没摸着 就宝尔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五个称呼 五个雅称分别指的是什么 宿客 指的是丁香 旺输是指月亮 输影是梅花 所以你们刚才废挺大剑选个大鞋 我选了个鞋子 好嘞 那不得你的气质 但是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依然大声拼传 是 那就说明我蛮有机会赢 对 来 请听第三题 请听题 这是一道适合题 请看视频 输年轻的时候 我说明我蛮有机会赢 是这么年轻的 是 8 还这板都是一样的 不一样 你看这样板 请问 陆冲板由于构造的限制 时速一般不会超过20 这他们专业 那么像刚才片中那样 那就得了 使用长板公路速降 最高时速可以达到哪种速度呢 一边 哇 这错了 太久了 没事 让他们限制 哎呦呦呦 他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们 排除错误答案 这个什么 大部分 扎扎你是真觉得 我们这东西拍不坏了 不是 我怕我想不着我的 哎呦 这电馊的出来 这个我看过那个电影 那个电影是 是一个一看 是个外国电影 哎 你讲有点有用的 你不用废话 这这全简陋啊 全简陋 全简陋 我绿皮火车吧 我觉得绿皮火车 速度它匀速可能 五六十脉差不多 是这个 4号火车是正确答案吗 我们一起来看结果 请准备 3 2 1 你怎么想啊 宝贝 现在自行车 电动车 汽车 动车 四选一 汽车 有那么快的速度 对 可以达到一百一十五 一百一十五马 还是你劲 加油 请准备 三 二 一 太棒了 加油 加油 精准 来 给叔叔阿姨加上一份 来 请听下一题 请听题 下列交通工序中 发明时间最早的是哪一个 哎 哎 看 看我 不是 怎么了 发死了 叔叔阿姨已经抢住了 我都给你声东击西 我说爷爷哪个看我 人都啪 开上了 知道我在这 坐这声东击 你 你在那 手上呢 你先来听见叔叔阿姨来判断一下 还有 日行车呢 是近代的交通工具 哦 汽车比较普遍 但是历史并不悠久 悠久的是 应该是从船坡内 和横海的母船 机动船 轮船 对 好 请准备 3 2 1 这个 这个我服 神力服 因为叔叔刚才给我们那一套 非常自信的那一套 哇 又长知识了吧 长知识了 这题幸福了 这服 参加完这期节目 给我们节目组交一下学费 来 我们再加一分 请听第五次来 就亮一下 必须得让他亮一下 请听听 成都武侯祠里纪念的诸葛亮 因为其多谋善算 而被称为至圣 那么下列人物中 没有被称为圣的是哪一个 你 我是不是一起笑的 阿姨想到了 被一一排除哈 童子叫什么 圣语 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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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胜 武胜 张仲敬 张仲敬 张仲敬是一胜 一胜 鬼骨子 就是他 请准备 三 二 一 再加一分 王俩就跟他笑话去 特效给我们进个球 你就太尴尬了 接下来进入到第二关 巅峰对决 好 好 180秒倒计时 开始 请问刘备三顾茅庐 是为了请谁出山 中国列 邓俊 请问温天龄和风火轮 是谁的法宝 哪个章 邓俊 请问在中国古代 五行指的是什么 新墨水火土 正确 请问 体型最大的鸟 是什么鸟 鸟 正确 请问 蜻蜓点水 是在做什么 可乐 正确 请问 教师节是哪一天 9月4号 正确 请问 千古文句 三十公民陈一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出自哪位古代爱国将领之手 约飞 正确 请问 在父亲请罪的故事中 主动向栗向如 赔礼道歉的是哪位古代名将 栗向如 错误 连锅 上完了 请问 把铅笔插入水中 看起来好像变弯了 这是什么现象 折射 邓却 请问 温度计 是根据什么原理做成的 水银 然后它 热荡冷缩 来 换 这个谁词啊 请问 我国农历中一共有多少个节气 1244 邓却 请问 凭借三体 获得余果奖 被广大书名称为流电工的 是哪位当代科幻作家 这个难度吧 我想 看过 不知道 好 刘慈欣 请问 若鸦片一日未绝 本大臣一日不回 这句话出自哪位清朝民族英雄之口 拼得去 正确 请问 在智取威虎山中 面对土匪 脸红什么的提问 杨子荣做出的是什么样的回答 莫哈 莫哈 正老武士 精神换发 莫哈 来 换 你有兵吗 请问 三人行 必有我师是谁说的 好 过 孔子 请问 UFO是什么的缩形 哈哈哈哈 你们玩吧 United for Following the 飞鸡 来 换 请问 我们常常把什么动物叫做森林之王 是不是 猪老虎 请问 是 好 切 到 祝贺叔叔阿姨 拿走六分礼物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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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